有些东西最好是永远藏着,买着,不要让人发现 藏你起来是为了不被揭发黑暗秘密 还是为了不浪血,力量释出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最初被藏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要带你来看藏在洞穴中的恐怖发现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第五,傀儡 2016年1月一名Reddit用户在领域专栏贴了一张诡异雕像的照片 网友解释他跟朋友有次去卡茨基尔践行的时候 在山东内发现了这个看起来诡异的雕像 这是一个使用木头雕刻,看起来像是个人型穿着长袍服 眼睛被刺上了钉子,脖子有个套锁 正常在这么隐秘的地方发现这个恐怖的人型雕像 应该是不会有人去移动,顶多拍个照 但他朋友就徒手把雕像拿走 没想到却开始精力无法解释了灵异现象 他们两个回去之后不断地闻到找不到来源的恶臭味 听到奇怪的声音,加重物品被移动 还有房子外面来历不明的脚印 几天后他朋友打电话给网友认为雕像可能有问题 因为会自己不断地换位置 除了闻到臭味,晚上半夜还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却没有看到人,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看过贴文的网友表示 他们去的那个山洞是恶魔崇拜者 以及一些团体很常去的地点 建议他们赶快把雕像烧掉 这座雕像被称为卡茨基尔的傀儡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来源或是跟什么特别的仪式有相关 故事还没有结束 他们找到雕像的同一年 这两个带走雕像的人跟一间灵异超自然博物馆联络 就把这座雕像转让给他们 没想到博物馆的人说晚上雕像会自己移动 甚至还摧毁了十字架 有些灵媒还特地到博物馆 有人感应雕像是由一个被附生的人雕刻的 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用来诅咒人的 今天这个雕像还是在博物馆内 也是雕像创作者跟Podcast是来讨论的话题之一 结合了一天 在上次出了神隙的神戒被撕破了一堆屋, 我们把这些抗子放在24x7的监察中, 然后后几个个月, 这摄影机器会最终创作三次 中间三天到四天早上, 现在是显示的很容易看到一些奇怪的灯感上的影响, 但它不是我们一直在一起的照片 第一次表現著一件真實的有關的東西 喬蠻的神明 4.冰凍靈魂 位於奧地利哈爾斯塔特的一個上一年的冰凍 必須搭乘空中染車在践行一段路才能到達 一名YouTuber在209年也到這裡拍攝錄影 影片中可以看到許多從上面延伸下來的冰助體 他们继续走楼梯上去,往洞更深的地方走 这时候已经越来越暗,但是在这个时候相机捕捉到墙壁似乎有什么不明物体在爬行 是个灵状! 天啊,那是什么? 你有看到吗? 我的天啊! 它上升了架子! 我不是故意你 一开始他以为是其他人,所以把画面放大,直到这个物体消失在黑暗中 如果放慢影片,这个白影虽然有着人类的外形,但却以爬行的方式攀爬在冰上 影片上长后许多网友都在讨论这到底是不是生物,还是网友捕捉到山洞的另一画面 他也不是第一个拜访冰洞看到这诡异生物的人 陆续都有游客神城自己曾经到那里看过类似的爬行白影 到至今还没有一个这个白影是什么的答案 网友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拍到的是冰洞里面的鬼魂 有人上升了架子,那是冰洞里面的鬼魂 天啊,那是什么 第三,谁在洞里 一名俄罗斯YouTuber Nick 专门到各地的诡异地点拍摄裁景 其中一部影片他跟朋友到一个老旧的俄罗斯洞穴拍摄 洞穴越来越窄,窄到他必须放下宝宝才能通过 也是在那里跟朋友走散 他只带着一台相机留下包包在后面 没想到竟然在里面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 大石头上有个大型宝特瓶,看起来是用来接水 旁边还有一个杯子 但这是一个荒废无人的洞穴 这个水瓶到底是给谁 而且还是在非常黑暗的神洞里面 那里看到这些东西突然感到鸡皮疙瘩 所以就往回走,回去放包包的地方 没想到他的包包被打开,里面的东西都被翻出来 在他收拾地上凌乱的物品时 画面可以看到一双反光的眼睛 当然当下他并不知道,直到他回去看影片后才发现 那双闪亮的双眼在黑暗中盯着他看 第二,撒旦洞穴 有一群青少年一起到了明尼阿波利斯 就为了找这个恶名昭章的撒旦洞穴 他们后来走到一个比较像是地下水道的地方 墙上有一堆涂鸭以及恐怖人脸雕刻 但是这还不够可怕,所以他们继续往前走 最后他们到了一个看似无止境的隧道 往黑暗衍生 里面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撒旦洞穴 但由于压迫感太重,但量不够大 只好赶快往回走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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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雙眼 一位YouTuber在一個不知名的洞穴探險 沒想到看到一個讓他凍結的畫面 他把相機穩住慢慢往黑暗放大鏡頭 盯著他看的是兩個分很開的大眼睛 看似是一隻不明的生物 王偶的反應非常自然真實 不像是造假演出來的 加上他的頻道只有這個在2016年拍攝的影片 你們覺得這是真的嗎? 當作為甚麼,都可以在大陸心上 其中文化的影響 突然的前一位在暗處 激動中會有最像是約在这里 說明的聲音 選擇 勇觀看 嚴重 當然 這位在rift 激動中會 劍 到 無論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